青条土豆片,别再直接下锅炒了,教你一个详细步骤,鲜香入味,又下饭。 大家好,我是爱做美食的老杨,今儿呢,咱们用土豆做个好吃的。 土豆去皮洗净后,切成两毫米厚的片,这个片呢,切得尽量均匀一些,这样呢,成熟度才能一致。 切好后,放入水中,做这道菜,土豆片必须要清洗一下。 这样炒出来的土豆,口感才会好。 清洗一次就可以,把多余的淀粉都清洗出来。 洗浇后,把土豆片放入漏网中待用。 接下来,准备两个薄皮的青椒。 这个薄皮青椒的辣度刚刚好,大部分人都能接受。 首先把辣椒中的盒去掉后,上手给它掰成大小均匀的块。 掰成块的青椒,比用刀切的更加的入味儿。 小链,准备大葱,一分为二。 大鞋,切成葱花。 几瓣大蒜,剁成蒜末。 生姜少许,剁成末。 接下来,准备适量的五花肉。 这道菜,加上的五花肉,味道才更好。 去皮后,切成均匀的片。 大概用一两肉就行了,肉太多的话,反倒会油腻。 切好后,装入盘中待用。 接下来锅中烧水,凉水,直接上入土豆片。 水开后,给土豆片烫两分钟。 这样的好处呢,就是比直接下锅炒的,愿意成熟。 而且和青椒一起炒,特别的容易入味儿。 烫好后的土豆片,给它装入漏网中,控水。 接下来,开始制作。 把锅烧得热热的,来点食用油。 把锅的周围,转前润一下。 润透了,再把油倒出去。 接着,再倒入少许食用油。 这样可以防止炒肉的时候,粘锅。 下入肉片。 先把肉炒散。 再把五花肉炒至发白。 炒出多余的油脂。 这样的五花肉,吃起来才会更香。 接下来,下入葱姜蒜。 把葱姜蒜炒香。 炒香后,烹入料酒。 翻炒两下。 让料酒挥发掉猪肉的腥味。 接着,来点酱油。 继续翻炒。 让肉片挂上颜色。 这样看起来的猪肉,是不是变得有食欲了呢? 而且加入酱油,会增加酱香味。 炒出香味后,下入青椒。 给青椒,简单的翻炒两下。 这样的目的呢,可以使青椒和土豆片成熟度一致。 炒好后,下入土豆。 先给所有的食材翻炒均匀。 开始调味儿,加适量盐。 少许五香粉。 开始大伙翻炒。 让食材充分的入味儿。 大约要翻炒一分钟。 朋友们,视频都看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, 麻烦您伸出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 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翻炒均匀后,来算点味精。 加入这道菜的点精之笔蒜末。 简单的翻炒个七八下。 这样一道简单又加强的青椒土豆片就做好了。 只有家常的菜吃的才顺口。 这道菜,我怎么吃都吃不够。 真的是鲜香入味儿,又下饭。 满分一百,你会给这道菜打几分呢?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,不妨把我的视频收藏一下吧。 没准哪天就用上了呢? 点击我的头像,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 喜欢我的视频,就关注我吧。 关注老洋美食,让你天天做好菜。